7月2日,据美国防务新闻网报道,胡在武装被沙特联军包围之际,伊朗的运输船队被美军堵在了和台达港口海域外, 而在7月1日,终于伊朗冒险突破了美军的封锁,成批成批的物资运送到了胡在武装的手里,胡在武装当场数百枚导弹数力,要大干一场,我们都知道,自从野门政变后,沙特和胡在武装就不容,尤其是今年,更是多次出手,但是不得不说胡在武装战斗力强悍,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沙特, 但是依旧将沙特压在下面暴揍了多次,而其后,沙特联军依仗人多势众,直接包雷了和台达,美军封锁海岸线,准备耗尽胡在武装,然而,胡在背后的大哥伊朗十分焦急,前些日子已奉行人道主义,支援野门百姓为由,多搜运输舰直接开往和台达, 其实不用说大家知道,是为了当地的胡在武装,运送军事物资,而7月1日,胡在武装的形势,真的不容在僵持的情况下,伊朗选择了突围,尽管美军,沙特联军,阿联酋多国海军封锁,但是仍然冲进去了几艘船舰。 Yeah,